为什么叛逆 为什么要做出很多荒唐的举动 那是因为家长太有威了 现在很少有子女吃不饱了 因为吃饭而饥饿 但是他会因爱而饥渴 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那子女为什么那少年 或者甚至有的才是儿童 为什么那么难管你 为什么叛逆 为什么要做出很多荒唐的举动 那是因为家长太有威了 家长一天能不够 所以这孩子才难治 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后是以轻死 那孩子为什么要轻死 为什么要跳楼 为什么要割腕 为什么要自杀 我在这个工作中 尤其近些年来 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为什么 很多家长不止一次来问我 我该怎么做帮孩子 我说你算了吧 就是因为你做的这些事 就是因为家长求生之后 欲赫难平 每一个自杀的孩子后边 都有推他一把的父母 都有推他一把的家长 每一个孩子的自杀 家长都逃不脱干系 对 就是这种 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利欲熏心 欲赫难平 望子成龙其实没有错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 都有这样的倾向吧 但是那些家长呢 就做得过了 就不断的对孩子提出要求 提出 就是求生之后了 就是太有为了 就是失税太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